晚安!很开心又与大家见面了 相信大家都知道今天的天气不用多说 要懂得保护自己 我另外的想法也很感谢老天的安排 让我们训练自己转念 在这种天气能够保持心情的淡定 非常感谢上天的示语 今天是参加迈向因爱而富有的幸福人生 49天的活动第27天 抽到的第一特奖 奖号 当富有来敲门 你准备好了吗? 机会还没来时 先不必烦恼 赶快利用时间充实能力和实力 最忌讳空口说大话 因为当难得的机会来临时 却因为自己平时不努力 反而无法立即把握 这才令人懊悔 太阳圣德导师 当机会来临时 事先的准备 大家都知道 问题是 怎么去看有没有准备呢? 老师常说 有时想无时 末代无时想有时 这句话要常常记在脑海里 每天每时每刻 在不同每一个生活层面 都要有位与筹谋 不是只有工作上 包括各方面 家庭生活等等的层面 否则跟人互动 都会失去一个契机 这一点让我 打开另外一个思考层面 所有的富贵 所有的富有 都和我们的能力 实力有密切关系 这个中间过程呢 我们可以去观察 在社会上 成功的企业家 或是每一个 港位成功的人 他们的故事都是全方位的 多方位的 而不是只有单方面的 所以 目光短浅的人 只是急着想发大财 他没有在生活各个层面 处处学习 时时刻刻学习 所以 眼光短浅 见识浅漏 没有远见 这句话的意涵 我们可以去看一个人 他的能力养成 跟他的人生观 思维判断 逻辑思考都有关系 当我们在一个公司 只是一个五到十人的小公司 可能还没有办法察觉 但是如果在三十以上的大公司 甚至一百个人以上的公司 这个时候 有没有实力 立刻见真章 所以呢 资场上也有一个标准 也就是以他的收入高低 薪水高低 可以看出端倪 我们可以看到 高层的主管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套人生观 和他的逻辑思考 对事情的判断分析 跟一般的职员是不一样的 所以层级思考 观念的学习很重要 有时候我们看到 本身基层的 他也是夸夸其谈 但是呢 重点是 这个内容里面 有没有真实力 或者是只是空谈理论之道 但是呢 他没有落实在生活方面 这一点 让我也必须要有检讨的时刻 所以成功的人士都会利用时间 透过阅读书籍资料 培养自己的能力 很多的讲座学习 不同的领域 不同的领域 艺术方面 各方面 或者是不同的行业 的专家 他们的讲座 这个时候也可以打开我们的视野 或者是 出去旅游 跟着考察 也是打开我们的视野 发掘自己这方面相当的 微小 所以呢 我们要 自己能够认清自己 赶紧把握学习 接下来还是要广告一下 6月2号 6月3号 在板桥体育馆 有2018年太阳圣德老师的一个全球巡回演讲 欢迎有兴趣的朋友 共同响应 另外呢 最近我们4月初开始5月都会有全省的分享会 这些分享会都是我们学员透过学习超级生命密码里面的 用心程度在他的生活生命当中展现不同的奇迹 希望想来的朋友可以报名感恩你们的聆听晚安